如果有機會上外太空 在那個無重力的情形底下 一直不斷的翻轉 你想嘗試嗎 有的有錢人 就想要嘗試這種感覺 美金25萬 擠破了頭就一定要參加 對 因為這一家這個維珍航空 就是太空航空公司 他們最近就第二次試飛成功 因為他們兩年前 曾經做第一次試飛 但是當時這個飛機解體 所以兩年之後他們這一次 終於成功試飛成功 算是一血千尺 大家在螢幕上看到這個 布蘭生先生就是這個 維珍的創辦人 對 他不只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同時也是個冒險家 也是這個人類想要上太空的先鋒 他們用的這個太空飛機 就是大家在左邊看到 像左下角這個 它是一個子母機的概念 白色這個像雙十字型這個 有兩個機體的 這個是母機 白色的這個部分 中間就吊掛的這個子機 叫團結號 他們就是用這個子母機的概念 先用母機帶著這個子機起飛 因為起飛的時候最耗燃料 所以這一段就讓母機來做 到了空中之後再脫離 團結號整個再脫離以後 再自己去飛 等於那兩個像火箭一樣 對 等於是說 你這個起飛最耗燃料的部分 讓這個母機來做 所以飛到這個上空以後 然後他們這個子機這個部分 就脫離這個母機 這個太空旅行 他們目前 他的目標將來是希望說 可以飛到地球上空 大概100公里這麼高 讓你可以從這個太空看地球 現在開出的票價是 25萬美金一張票 大概台幣要800萬 有錢人真的錢沒地方花 對 但是其實就算這麼貴 目前大概有 已經有大概600多人報名 其實包含很多像 好萊塢的電影明星 連名人都要上去 像李奧納多 或者是艾希頓庫奇他們 他們都 對 他們都去報名 而且就是說這個上太空很酷 畢竟不是大家都可以上太空 所以這個他們就是將來預計說 進行更多測試 這樣的方式台灣人會喜歡嗎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太羨慕他們 因為像這個在瑞士 有一家S3航空公司 他們是做什麼 專門做無重力飛行體驗 他們這個計畫 也預計明年6月要來台灣 所以現在已經有旅行車 在開放報名 對 無重力的飛行體驗 目前開出來票價 大概17萬8888 給他們台灣人到瑞士去體驗 不用 在台灣 他把機器搬來台灣 對 他們要包機來台灣 明年6月有這樣的計畫 所以現在旅行車 已經都在招報名 你只要17萬8888 你也可以體驗一下無重力 無重力飛行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用一台改裝的客機 上面加一個大的發動機 從大概24000尺往上衝 45度角往上衝 對 衝到大概34000尺的時候 做一個像拋物件一樣 然後再衝回24000尺 你可能身體受得了嗎 這樣的這個中間 大概65秒 65秒的 你在這個飛到頂端的時候 大概會有20到25秒 會進入無重力狀態 就跟你上太空一樣 那種感覺 對 那時候你只要解開安全帶 你整個人就會飛起來 你這時候打開什麼水 就是水珠也會飄在空中 所以拖下手錶 手錶就會浮在空中 大概就20幾秒這樣體驗 整個飛行他們運氣是90分鐘 然後至少玩15次 再看看到時候台灣的接觸度怎麼樣 不過講到外太空很多國家 一直推陳出新的武器 像這個太空 因為現在大家都想上去 包含像俄羅斯 就是現在戰鬥民族普廷 對這個太空重新又開始啟動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蘇聯以前 我們是第一個送人上太空的 只是後來被美國搶先 現在普廷就很積極的要做 他們不只要送人上太空 現在連機器人要上太空 代替人類 對 因為他們現在開發了這個機器人 叫Fader 這個機器人現在這個人工智慧 他已經可以自己開車了 他還可以舉起來 大概20公斤的東西 然後他還可以通過這個障礙 所以將來俄國就希望說 用這個機器人去太空執行任務 因為我們看電影裡面有沒有 如果你要在太空做太空漫步 你要在太空艙外面 做很多實驗或是維修 那個都非常的危險 對不對 你要穿很厚重的太空裝 但換成機器人就不用了 對不對 完全不用管太空裝的問題 所以他們覺得 太空人上太空反而更好 而且他們普廷還希望 這個機器人要繼續進化 在未來5年就要上太空 15年之後甚至還要當指揮官 就是整個太空任務 就要交給這個機器人來做 俄羅斯他不只是做這個機器人 他現在還在計畫要開發一個 全新的這種載重火箭 以前這個火箭你要上太空 大概載重能力 大概是在100噸左右 目前俄羅斯他們新開發這種 火箭技術可以希望提到160噸 有成功嗎 他們目前有新的RD171的火箭 在RD當中 對 所以他們用這個引擎的話 希望增加推力 我就可以載更重的東西 現在俄羅斯也計畫要重新啟動 他們的登月計畫 你有這麼好的載重 你將來比如說設衛星 或是建太空站 對不對 你就一次可以載更多東西上去 所以俄羅斯現在慢慢開始展開 他們這個太空計畫 不過人類如果真的上去之後 會不會造成很多 所謂的外太空垃圾 其實人類還是要想 怎麼樣環保整個外太空銀河系 對 沒有錯 因為你現在每次射火箭上去 你都會拋掉一些不用的東西 或是燒完燃料 一些垃圾 所謂的太空垃圾 現在估計整個太空垃圾 包含一下壞掉的衛星 都會變太空垃圾 大概已經有2萬件了 因為大家每年都在打衛星上去 這個將來都會變成一種 太空垃圾也會有環保問題 所以現在就有這個學者倡議 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太空國家 他們這個名字叫做Ascadia 就是用這個北歐神話 奧丁館的這個神的領地 用這個當代號 而且他成立網站 就是你都可以上去登記 你想要成為這個太空國家的公民 當然這是一個很理想的計畫 他這個目的是希望說 將來全世界各國都可以 和平的用這個太空 然後共同來開發太空 不要說太空將來 也出現壟斷的問題對不對 你只有強國可以去 其他國家就會更慘 所以他這個想法是非常的理想化 他甚至希望說 將來這個太空公民 成立太空國家還可以加入聯合國 不過這個當然是很理想化 因為人類現在我們是 連地球上都搞不定 如果這麼好 加入聯合國 我們全台灣2300億 趕快都登記 我們馬上加入聯合國 但不管怎麼樣 至少說他點出了太空法 或者是太空垃圾 是將來未來人類要面對的問題 我再補充一下 Ascadia 我是他裡面的成員之一 成員之一是要繳錢嗎 沒有 不用繳錢 你要上一個他的網站 然後你要去申請 現在免費就可以註冊 而且你註冊的時候 你還要去把一些基礎資料告訴他們 他要審核過 對 我是審核過的 現在目前的話有沒有 他們現在的狀況在哪裡 就是他們現在要先定序於什麼 各個國家的一個代表的 一個所謂的國旗 這個國旗的話有沒有 這段時間 前段時間是 我們在票選每個國家不同的 這個所代表的國旗這樣 但我是覺得台灣在這個部分 參與的人數真的很低 為什麼參與很低 可能很多人還不太清楚 這一個組織的存在 我先強調他是組織 他還不是一個國家這樣 他的目的性就像我們剛才就是 金貴兄所說的 我們要去清除掉所有的 在太空上面所環到各種的一些 垃圾還有一些過渡的手段 太空資源上面的搶奪跟開發